字幕政หม Hello 大家好 我是Natanie 很開心我們本集邀請香港本地音樂人 上來我們的 Indie Talk 由最初時 Burns 到現在 成熟穩重的 struggled 他對音樂的熱性一直都沒有改變 這就是我們的香港 我對Yellow的結他手和駐音小虎 不如我們一齊去看看小虎的專訪 好開心,今天就請到我們的小虎 我們就想問一下,玩了Bang大概有多久? 我玩了Bang? 好像手指都數不完 大約有20年? 到一個很長的時間 差不多 讀大學的時候,都是那些 我讀Poly,在Poly出來就認識朋友 就開始搞indy band 經常出沒錢的show 拿經驗,去其他學校出了show 一開始就做主音結他手 有沒有做過其他pose? 或者玩過其他樂器? 沒有,但未學結他的時候 有想過不如學鼓吧 或者學face 那時候都喜歡,香港只有Beyond 所以很喜歡Beyond 不如學鼓吧 但是想一想一想 不是啊,地方錢窄,家裡又不是很大地方 擺不到套鼓 你又怕吵到別人 那時候又沒說很流行打那些patt 就是只是meow了 你只能戴耳機聽到那些電故 那又擺不下 所以選擇不如學結他 簡單單單吧 做主音就被迫的 因為那時候indy band 沒有人唱,那是我 但其實不是我唱得最好聽的 那時候有些隊友是唱得更好聽的 然後我就被迫了去做主音加結他手 原來是這樣 那有沒有說除了音樂之外 有些什麼活動或者興趣令你很忙我 很瘋狂的 都有的,我很喜歡打籃球 其實 你也喜歡運動的 喜歡運動,我是不喜歡跑步 哈哈哈哈 我是游泳打球 我很喜歡打球 小時候都是踢球打籃球 什麼球都可以 那些 那就是 樣樣精 不是精 就是周身都是高 但是沒有張力 就是跟朋友一起玩 你知道精力太大了 我小時候到處 由早上打到晚上關燈 街場都可以 現在就不可以了 非常忙我 忙我的 而且我自己都很喜歡打遊戲 打遊戲 我發現我自己都很窄窄地 我想男生通常都比較喜歡這些 是啊 不知為什麼 我一打遊戲我就很投入 都是focus了 入了你的虛擬世界裡 我就很享受 嗯 都正常的 就像你們很投入音樂一樣 是啊 那有沒有說 你們Yellow 他有沒有出過什麼show 或者事情 是令到我們很難忘 很深刻的 很深刻 Yellow 第二個show 在這個Music Zone 第一次在Music Zone 搞Yellow自己的show 那我記得 第一次handle 算五六百人 是爆的 那一次是爆的 站到出去的 那些人說 自己都很開心 我覺得唯一最難忘的事是 以前野仔 就少爺尖負責說話 那一轉了Yellow的時候 我變成了一個frontman Vocal 你就要 在香港特別怪的 你夾band 要維持全場 是啊 你要搞氣氛的 你要說話的 以前我們聽indie band 聽外國的 band 都很有型 玩 玩 那兩句 Thank you 不用說話 玩音樂就是玩音樂 搞氣氛 但香港是要多元性的 需要循序漸進的 要搞氣氛 那一下我覺得 我自己發揮得 給自己高分的合格 不要說很高分 但高分的合格 都是稱職的 因為我寫下了稿 很緊張 對 想說什麼 每一首歌 怎麼踢那首歌 不要那麼老套 沒有理由 我都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然後下來查理先生 那些人就靜靜 拿了在那裡 兵馬勇 那就全部都說了 每一首歌 想一個故事 然後就說一些東西 有一點點像talk show 但很短的 可能說五分鐘的東西 然後就開始了 那其實每一次出show 都會有很滿足的感覺 是 那有沒有說在香港出show 或者夾band 有什麼困難 或者對音樂 做音樂的人 有什麼困難的事 音樂 香港玩音樂是很困難 首先就是 怎麼說 地方 你要找Band房 或者找地方 跟人夾Band 雖然現在玩音樂 你可以一個人 在家裡 有部電腦 都做得完 演出也困難 沒有外地那麼多機會 或者場地 都對 演出的 event 也好 festival也好 也好 那就是 困難 這些是最難的 你說金錢上 現在學結他都很方便 你不用浪費錢的人學 或者你上YouTube看 自學 對 幾個朋友一起鑽研就可以 或者你找個 我不知道他身邊有沒有一個 懂得彈的朋友 可以問一下 也可以 都是自己鑽研 那你的樂器又不是很貴 其實也是 因為都可以租借 那你有沒有說 如果你在生活上 有沒有說 曾經有想過 要放棄音樂 不再夾Banner 因為真的支持不住 都有的 我唯一覺得 不是因為錢 就是覺得 糟了 我還做些什麼出來 我還想到些什麼出來 都玩了20年 唉 很迷惘 不如 這件事是不是不適合做 不如停一停 所謂那個放棄 可能都是停一停 你自己大佬放鬆一會 再來過 再來過 如果真的停了 我還會不會再來過 都沒有人知道 那也是 但是 你說放棄我 唯一不會是因為錢 錢 我們永遠都是 在其他地方賺錢 我們全部都做 有正職 全部都有上班 然後 之後就 用 有空的時間 就玩音樂 放工的時間 那有沒有說 在疫情的影響下 對你們 工作又好 家庭又好 玩音樂都好 有沒有說任何影響 各樣的 疫情之下 是有影響的 對於做Show 做Event 教Show 一定有影響 做歌的時候 沒有什麼影響 做歌是我們 我們出的 我們出的很慢 很慢 才出一隻歌 其實要做 謝謝你 其實可以很快地做一隻歌 我們就 百足這麼多 有些隊員 有搞其他音樂的東西 或者跟其他人夾一下 所以你說 疫情之下 唯一最影響是 做Show 做Show 沒有Show 你就沒有收入 也對的 有沒有說 遇過在什麼Show 裡面遇到很奇怪的人 可能瘋狂粉絲 衝上來 要你們疼他 有沒有這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我比較少 我一個人比較酷 比別人感到的樣子 但我們最終有個 Wilson 吉他手 他就遇過一個 問他拿汗 做完Show之後 拿完毛巾 我問你 要你的汗 那他打算 載給他 還是沒有 所以說法 是沒有給他 我不知道 我們看到黃 是 Hello 去了別處 這個 這個 我不知道 變不變態 最驚訝 不是要你的合照 或者要你簽名 是要拿汗 汗 這麼私人的東西 很私人的東西 不是即時給到你 拿來馬上問 可能 那有沒有說 你都算是夾band來說 在音樂界 都算是前輩級 有沒有說 有什麼suggestion 或者意見 經驗之談 給我們年輕的一輩 什麼哪方面經驗 各方面 主要音樂方面 音樂方面 我沒有什麼經驗 給到他 我覺得不斷都轉 不斷都變 即是 什麼人 就玩什麼音樂 即你是 可能 在說Levanna 那你是Curco Bane 很crunch 那你就會玩那些音樂 你叫他玩Jazz 他玩不到 是啊 那你首先 你自己 喜歡哪些類型的音樂 就朝著那個音樂去玩 就是這樣直接 現在都沒有說 一定要好商業元素才行 那也是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關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元素 我覺得是 你不需要就市場 除非你很想做 一隊很pop的樂隊 那你就要留意市場 要跟著市場走 如果不是你純粹玩音樂的話 有什麼抱負 沒有什麼抱負 純粹玩自己喜歡的音樂 理想 還有現在這麼方便 你玩完 就上網 然後放在YouTube上 給人看 那些人欣賞你的 就會聚聚在一起 現在真的很方便 都是的 都會開心share 一傳八 八傳十 都可以share開去 是啊 現在最大的問題 太多不知道有你的存在 如果你太多太氾濫了 你想想怎樣去promote到你自己 最重要是 都沒錯 所以我們要加油了 那有沒有說 疫情好之後 慢慢現在都越來越好 有沒有說 有些什麼計劃去做 或者Bang會不會接下來 都會做些什麼 計劃呢 其實我簡單講解一下 我們樂隊現在的狀況 我們有一個叫何兆基彈bass 他已經移民去加拿大了 所以他完全不會考慮 其實可以加拿大了 我們網上加拿大 其實都沒有試過 因為會延遲的 沒錯 但你說做歌是可以的 譬如我們做完 扔回去給他聽聽 你又加點東西 這樣是可以的 所以你說 剛好又疫情 剛好他移民了 都沒有事情發生 即是你說 我們有沒有show 剛才都說過 沒有show 但正是做歌 那接下來是會有一首新歌 在做的 那遲也有了 因為我們一群都是文盲 不懂得填詞 不擅長 新的就找了鄭文幫忙填 希望快 現在這個是九月 希望今年之內 大家都很期待一下 你們的新歌 希望都有一首新歌 如果有一首新歌 那是今年的才是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 那接下來都會不停地出新歌 不停地做 即是你說做唱片 就未必了 我們窮了 即是做完show的錢 我們都不分的 即是我們都放到公司 那裏裏裏裏 我們都很努力的 嗯 但其實他們都是 就是差 被人聽到的機會 嗯 你想想想 我們都會有出現 未必會聽到你的歌 因為太多 現在實在是 市場上面太多 還有聽都未必聽廣東歌 嗯 不過我都是希望 大家都是支持廣東歌 嗯 支持本地的音樂 就最好了 本地音樂 粵語 即是沒有什麼地方是會唱廣東歌的 嗯 對呀 還有廣東的band 更加珍貴 即是我覺得大家要珍惜這個 這個貴寶 很老土 即是大家 大家肯拿個心出來玩 都支持一下 其實他們都沒有需要說 你給錢去支持 可能你給個like 是的 或者Click 給個like CLS 哈哈 那就已經得到他們支持 即是不要說只是Yellow 我覺得 對於其他樂隊都是 是的 都是支持 其實都是一個鼓勵來的 是的 其實講開indie band 即是我們本身是大學的indie band 走出來 去到比較多些人認識 但我覺得現在的indie band 雖然做音樂方面是比較容易 但其實相對地 他要promote自己的 都容易 你放上網 但難道是 可能 怎樣做呢 我派台怎樣做呢 或者怎樣令到更加多人認識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跟他們的年代很不同 我們還會說 我比較幸運 有少爺尖在這裡 有Chris Chris也是做唱片公司的 他們會幫忙派一些歌 去電台 已經有一個很良好的關係 沒錯 如果不是靠自己的話 就難一點 不過現在 我也不知道 現在多不多人聽電台 你聽不聽電台呢 其實久不久都會聽一下 聽一下有什麼新歌 我覺得正常都會聽 在車上 是的 這個年代聽新歌 如果是已經streaming 即是上的那些 KKBOX Spotify 或者是 總之是 網上的那些平台 全部都是 上到去你就知道有什麼歌要聽 沒錯 還要很多到是 你未必會聽廣東歌 是的 因為他都有很多歌 可能 有些人去了聽 Blackpink 有很Hit的那些 就聽完那些 所以 現在的indie band 難就難 競爭 真的再大一點 即是 誰都可以做到 你究竟如何突出 你自己的東西 帶到給別人呢 嗯 令別人去對你來說 新日文心 很記得你們 是啊 我覺得 就算野仔和Yellow 都是幸運 我們是幸運 即是我們有個很好的關係 即是 Jim做主音的時候 他每天都在做電台 每天都在推廣自己 每天都很多人認識 所以野仔會比較多人認識 因為 他去了搞i-lub 然後就 變成我們 我們都要交歌房租 不要浪費了 歌房 這樣就夾下去 才叫有個Yellow Yellow走出來 應該是 這樣 所以 現在玩音樂是 困難的 不過 如果你喜歡 很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幾困難 你都覺得沒事的 對 認認意解 對於你來說 你不是玩音樂 你會覺得很難 這件事 無從入手 對 不知道怎麼開始 對 所以他找到演出的機會 其實都很難 對 但我也有上網 我都發現香港 其實很多indie band 都做得很好 所以現在更加不需要 大型唱片公司 這件事 對 因為多了一些 公司 網上的宣傳 通常自己搞 對 對 因為自己搞了 那就是 沒有 那個年代都不同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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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進步 一邊 然後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又新鮮過我 我是追緊他們的想法 我也很怕自己會老 當然我也會老 即是 即是 定性會老 可能現在跑幾步都會喘氣 即是我也很想追 追到 跟現在新的那些 溝通到的 唯 我都還在做那些音樂 難道我做一些 很老土的音樂出來 然後他們都說 噢 那我就 就真是收皮了 好啦 今天我們很開心 邀請到Yellow的小虎上來跟我們分享 記住我們一定要支持本地音樂 還有好好期待我們Yellow出的新歌 多謝 Bye Bye 剛剛跟小虎做完訪問 我就覺得他們熱誠 以及堅持很值得我們學習 玩了這麼多年音樂 由大學到現在十幾二十年 重來都沒想過要放棄 還不停堅持推出新的音樂作品 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我們去佩服 敬佩和支持他們 所以大家記得多多支持我們的香港本土作品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Indie Talk再見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